大家好,欢迎来到洋唐主故事会 说起来,封建王朝的更迭与唱大戏差不多 一台戏唱完退场以后,另一台立即入场 紧锣密鼓的唱上一段 公元八世纪,皇朝这位票友上台一脚 唐朝没了戏唱 五代十国立即登场 崭新的剧目上演,唐朝成了过去式 不同于唐朝这个独角戏 五代十国这场大戏中出现的角色极多 厚瀚就是其中之一 每逢群雄歌剧的乱世 中原的戏台上就会出现黄袍加身的戏码 圈一下刘之远与后世的赵匡胤一样 就是这一戏码的直接受益者 在部下的支持下,刘之远换上了龙袍 打下了开封,自立为帝,开创汉统 当然,为了与汉朝做出区别 后世通常会将此汉称作后汉 自古以来,穿得上司穿龙袍的 没有几个安分守己的家伙 刘之远的部下郭威就是各种典型 刘之远之所以可以建立政权 离不开手下这群老哥们的帮扶 圈一下,郭威手握重兵 是刘之远麾下的得力干将 在刘之远抢地盘时,郭威是建功无数 可以说他就是后汉王朝的缔造者 按理说,像这样有能力的大将 不但要受到嘉奖,还要受到重视 随着后汉王朝逐渐稳定 刘之远犯了皇帝的通病 那就是疑神疑鬼 与历代开国皇帝一样 刘之远逐渐开始觉得 身边有一群喜欢穿得上级黄袍加身的武将 不是什么好事 打算搞一出兔死狗烹 将这些老功臣一网打尽 免得类似的情况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郭威因战功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所以,他自然在清算的名单内 且名列前茅 不过,由于刘之远在动手之前 就已游进灯窟 所以还没等他开始进行清洗 就一命呜呼了 刘之远驾崩后 其子汉隐帝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准备完成这兔死狗烹的壮举 彻底扫清这些有功之臣 巩固集权 千算万算,隐帝算不到郭威不是省油的灯 前朝皇帝诸杀功臣的掌控给了他历史教训 所以,他早就开始对皇帝设下防备 当自己安插在隐帝身边的探子 传来消息 称隐帝即将动手时,郭威从容不破 立马带着自己的部下举兵谋反 郭威是个聪明人 造反这种事,向来为天下人所不耻 所以,从他决定与隐帝作对的那一刻起 他就注定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 想要成事,就必须多拉一些垫背 再找些名正言顺的理由 获取造反篡位的合法性 于是,郭威命人伪造了诏书 称皇上要屠杀功臣 把手握兵权的后汉将军们 拉到自己的阵营里 当时隐帝的动作已引起了众将的警觉 所以,郭威伪造诏书并没有引起怀疑 每一个将军都相信刘之远要杀掉自己 于是,大部分将军都带兵投靠了郭威 那些仍效命于隐帝的将军 也抱着观望的态度,不再为皇帝卖命 一时间,局势变得风声鹤唳 那隐帝失去了人心,处境是岌岌可危 紧接着圈一下七里坡战役爆发 在郭威的主持下 其麾下将士高举反旗,讨伐刘之远 为了抵抗郭威,隐帝派出了全部的兵力 在七里坡与叛军决以死战 由于当时的文武百官都受到郭威的挑唆 对厚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离心力 隐帝为了巩固人心,不得不御驾亲征 对于郭威而言,隐帝不过是个没见过世面的矛头小子 刘之远死后,隐帝紫成复业,他哪里经过战争啊 于是,郭威的军队一鼓作气,解决了正规军 还杀掉了御驾亲征的引帝 打了胜仗的郭威是长驱直入 带着自己的部下进驻开封 在郭威的威逼之下 被太后将郭威封为监国,打理朝中的军国大政 虽说当时郭威请太后垂帘听政主持局面 还拥立了刘之远的子嗣登基 但这些都只是郭威拿来蛊惑人心的傀儡罢了 毕竟,邪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在封建王朝十分惯用 郭威距离皇帝,只差一个虚名罢了 时机成熟后,郭威打着抵抗契丹的幌子 帅兵北上,在出征的过程中 郭威的部下顺理成章的拥立郭威为帝 黄袍加身的戏码再度重演 成了皇帝之后的郭威 大摇大摆的在汴京,改国号为周,当起了皇帝 随着郭威的崛起,后汉彻底覆灭 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然,郭威做梦也没想到 后周最后也难逃篡夺的命运 黄袍加身的戏,他郭威能言 赵匡印同样能言 继后汉后周之后,赵匡印的北宋崛起 总算是终结了五代十国这段荒唐岁月 话说,郭威死后葬于松陵 圈一下 松陵在今河南省新郑市郭殿镇周庄村南约五百米处 灵地北高南低,东西各有一道小土岭 灵墓的两侧各有一条沟 总高约九米,周长一百零三米 保存较好 据有位诗人夜松陵后,曾提诗曰 荆棘丛生旧衣甲 夕阳残兆滚龙袍 朔翼正农天宿静 铁骑纵横成麦苗 大概当时正值秋冬的傍晚 诗人看到处在麦田中的一丘土种 上面布满荆棘野草 在夕阳的照应下,显得格外冷落与苍凉 我是洋堂主,关注我,期期都精彩 这是最高的 处理的 正面 读垂了 绅垂了 全面 均在 绅垂了 绅垂了 绅垂了